一週至少四天新生活 啊~~ 四天太多嗎? 啊四天太多了 不用啦 我不奢求一個晚上朋友是 但一週至少四天 一週四天欸 還好吧 我三天很休息欸 奶沒有變少啦 就是 今天沒有穿 那麼集中 今天飽了 今天幾度啊 今天散三度 瘋啦 散三度 散四度欸 而且我告訴你們 我今天 我室友去風如帝拜拜 人超好的 他還幫我拜 所以 我應該最近會比較順了吧 風如帝的招財包 放在我的這個工作室的存責 沒有 我們不是求姻緣的 我們已經放棄姻緣了 我已經放棄姻緣了 他沒有 他沒自己去不行 不是啊 我是為了 我沒去是因為我為了要開台欸 因為如果我早上就出門的話 我會很累 我就會沒有心開台 所以我就是一早就開台啊 求姻緣真的會有用嗎 我那天才看到一個影片 他說如果要求姻緣的話 你要 然後 就是你要條件又寫很清很精確 例如說 我希望我的對象他有180公分身高 體重70到80間 不用太瘦也不用太肥 然後月薪不用太高 五萬以上我都可以接受 一週做了四天性生活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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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天太多嗎 啊四天太多啊 不用啊我不奢求一個晚上太多吃 但一週至少四天 七天不行七天太累了 一週四天欸還好吧 我三天很休息欸 一週四天不是一天四次 嗯然後要喜歡打電動 然後會陪我看動畫 拜託拜託拜託 這樣這樣夠清楚嗎 夠明確嗎 欸這種光線好像也不錯欸 還是之後都下母看台欸 就有一種那種陽光的感覺 我說你可以讓陽光照得更近來 我看看 超...超亮過曝了啦 過曝了啦 超級過曝 過曝到又不行過曝了啦 我很像聖光欸 聖光籠罩 瞭瞭瞭瞭瞭 好...哇好... 好有聖光的感覺 我們家採光太好了嘛 我們家的採光是四點到五點多左右 這...這中間採光是最好的 哇...後面又不會太糊了 那我們不要調一點吧 對阿 比剛剛清楚一些 不是阿 有的時候過糊也不好 有吧有比較不糊嘛 有比剛剛不糊一點 怕大家看不出來我特別截出來 後面又不會太糊了 對阿 比剛剛清楚一些 你們看出來了嗎 沒有阿 我要後面要... 但是不要過糊 過糊就會有一種 人用劈上去的感覺 我跟貓很好嗎 很好啦 牠們也不得不跟我和好吧 如果牠們不跟我和好的話 那牠們要怎樣 不吃飯是不是 手作心指點貓嗎 沒有 我們家的貓不用吃這麼好啊 吃罐頭就好了 我跟別人採比很小聲嗎 那大家平常是多大聲啊 我這邊已經很大聲了耶 我的麥克風是幾乎已經快要紅標了耶 紅標式會報音耶 我自己看我這邊我很大聲 報音台少看一點啊 不要那麼常看報音台啦 思想怎樣 讓我們看看真正的報音台 這是直播嗎 怎麼沒人打字 快恐怖 很多人都會睡覺了 或者是在掛台 我們有一個辨別的方式 看他們會不會睡醒 你今天怎麼那麼麻煩 因為我今天決定我要認真想想 不是啊 我前兩個禮拜真的太混了 我有點心虛 欸我昨天 我昨天真的是 我昨天真的很愧疚耶 我昨天很愧疚耶 不是 但我昨天真的很愧疚 因為我就覺得我最近這麼混 然後我昨天明明就應該要認真打遊戲 然後結果我 我昨天也沒有認真打遊戲 我昨天打遊戲 打一開始很順 然後結果後面不知道是怎樣 然後就崩潰了 然後就關台了 我很 我很過意不去耶 對 然後昨天還斷線 反正我都覺得我最近不太順 我 我室友已經冒我拜拜了 應該會順利吧 現在 開始職業倦怠了嗎 差不多了 幹 我這麼負責任 我當然會過意不去啊 你代表我想得多邪惡啊 大家都說 如果要求事業的話 就要去烘烏斯 你不是基督教的嗎 欸 我要解釋 我爸媽是基督教的 代表我是 只是有的時候 在家裡要裝乖就是 就是不能跟爸媽講 不能跟爸媽講 就是有去拜拜什麼 不行 媽媽會生氣 欸 如果我媽知道我去拜拜 她真的會生氣耶 婚前性行為還好 幹 現在都幾年代了 哪有再不能婚前性行為了啦 我媽不會看我的實況 但她會看我YT 這要生氣什麼 就有信仰啊 我媽不會看我的實況啊 看YT有比較好嗎 都不太好 但當然我也沒辦法 一定會看到的啊 YT很難不看到吧 因為平常我媽本來就有在用YT啊 不看到很難 我媽不會跟我聊這個 她可能就覺得大家很激烈吧 但她也不能怎麼樣 我猜啦 我猜啦 現在我媽的想法應該是 反正我也不肯播一輩子 然後她就覺得 反正我總有一天就是會 會有退居幕後的生活 所以她現在就先睜一隻眼 逼一隻眼這樣 呵呵 就算了 現在就算了 對 就暫時就這樣 看你想說 啊 反正我這個也做不了多久 而且我猜 她可能本來還有想要怎樣 但是 看到我的那個睡單了之後 她應該就不會講什麼話了 呵呵 看了我的睡單之後 就突然了解 嗯這個工作 呵呵 就哇嗚 呵呵呵呵 對 平均觀看影片還有63%的人沒按訂閱 有訂閱的人會收到歐洲公主的祝福 走遊抽卡都十抽畢業 趕快訂閱吧 未來男朋友一直沒跟我說 她其實是我的粉絲 跟我交往後才知道 為什麼 那我也不會怎麼樣啊 因為我覺得 她是不是我的粉絲 是不是真正是我的粉絲的重點 重點是她不能在交往的時候 讓我感覺到她有粉絲的行為啊 這如果到一旦發現 她是用那種粉絲的眼光 粉絲之眼在看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沒有辦法跟這個人交往 所以如果她沒有 讓我發覺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覺得就沒差了 粉絲之眼就很 很灼熱啊很燙 你們都不知道你們平常在路上遇到我的時候 那個眼光有多執著 執著到我都會 那我只能假裝用手機 我只能假裝用手機 很燙 平常看都是 都是直接那樣看 然後可能你們旁邊有朋友 就會說 然後就會這樣 然後就會這樣 一直看 然後還會有那個震驚的那個眼神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會感受到一個灼熱的視線 不是因為很尷尬 就我總不可能 在那邊自以為說 被認出來還是什麼 就是啊萬一我上前 你有沒有想跟我上 那我不是很尷尬嗎 那我當然人裝沒事啊 除非你有想要上前過來跟我相認 所以就很尷尬啊 我想說每次大家都說要先規劃好 然後再去結婚生小孩子 可是我現在發現長大了之後 如果你沒有衝動的話 你根本就不會想要結婚啊 就是長大了就是一定要有那股衝勁 才會想要結婚 不然根本不會想結婚 你看像我每天都覺得 啊我沒有規劃錢 我不要結婚啦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什麼找不到人 我不是找不到人 是我不要 是我目前不想 如果我想的話 我還是找得到了好吧 超過幾歲就沒有憧憬 到26歲的時候 就覺得要28歲結婚 30歲成小孩 這已經沒辦法了 沒有現在就覺得 小之後也太天真了吧 就到底誰 到底誰 就是有辦法在28歲結婚 30歲的時候生小孩啊 太天啦 沒有然後結果 我身邊的同學 都已經結婚生小孩了 只剩我 欸真的喔 我超多同學都已經生小孩了 喔對就是因為 我現在已經很快樂了 所以我就是覺得 好像不用解也沒差 欸而且我現在就想到 如果現在要找一個 新的交往對象 就連他的家人什麼 都要重新認識 我就是覺得這件事情很麻煩 就很麻煩啊 就是不快樂 我想要快樂 找父母雙王 幹哪有那麼容易父母雙王啊 幹手都是父母雙王 太可怕了吧 這話聽起來了 我自己是覺得沒啥 不是啊 欸我覺得我也過得很不錯吧 你想想看有哪一個單身的 可以像我過得一樣這麼快樂 我真的過得很快樂欸 就也不用配合對方 然後想幹嘛就幹嘛 想去哪就去哪 想開台就開台 我就過得很快樂啊 然後不用養人 欸幹 我跟你們講 我超多朋友 出聖會之後 就很容易就是找到 找到不是很好的對象 然後他們就要花自己一部分的薪水 然後去養對方 然後就會變成對方的長期飯票 我最近有一個朋友 才跟一個 把他當長期飯票的人分手 反正就都遇到一些很糟糕的人 我聽到時候我就覺得 幹 就他媽的好險 我的錢都是花在我自己身上啊 媽的 拿去繳稅多 比當長期飯票還要爽 我音樂繳稅